好 回到今天 已經是第二天了 星期三 十五日的凌晨 星期四的凌晨 英國這一邊很冷 去到負八度 但香港那邊 星期二日都說會去到十度 十度 是吧 十度 很嚴重的 體感溫度 今天又挑戰了自己來 負二度 又在溶雪中的雪地上 去跑步 其實也不是太辛苦 好 先報告一宗喜訊 以為保守黨 現在都很頭痛 很煩 因為冬天來 其實有很多工作 其實英國這陣子 你只說內政上 都已經有很多麻煩事 尤其是這個星期開始 很多罷工 罷工以外 突然下雪 又氣溫急轉直下 有很多交通意外 尤其是北方 我見到蘇格蘭 我見到好像是在 香港仔那邊 阿不甸 我昨天看到那些片 那些街坊 開車出門 看著這輛車 不斷撞到別人的地方 你出街開車 真的很嚴重 很多人就說 因為你很多時候 省錢 你每年應該是 換四季胎 但是你很多地方省錢 所以就不記得 適時去換胎 導致到這些狀況 但是應該做的事情 最後都交到火 首先今天 原來今天起碼說 戰狼的敗退 一天就來兩宗 起碼英國來說 就是鄭希元 我給大家報告一下 這件事 是喜訊來的 十月萬城戰狼 是的 BBC剛剛報道了 一小時前 China Diplomists Leave UK For Over Manchester Protestor Attack 這件事 就說鄭希元 連同六個外交官 一起離開了英國 理由 其實現在就見到 沒有說什麼理由 因為這件事突然發生 你看到就是中國主動召回 召回之後 主要我們就見到 英國的外交部部長 James Caveley 奇暫連 奇暫連 就說很失望 失望些什麼 因為他們不讓他們面對審訊 其實這個我們之前都說過 其實就是乳虎謀皮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要他們面對審訊之前 其實是要首先 他們要配合萬城警方的調查 但是他們一直都不理會萬城警方 因為他就說自己有外交豁免權 所以這個奇暫連 就是外交部 這個外長 就一直要求 首先 就要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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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希元他們 放棄外交豁免權 其實這件事 其實講了很久了 發生了之後 在一個月內的事情 已經叫他們放棄外交豁免權 但我們說 這件事就叫乳虎謀皮 我們一向都說 主場是英國 為什麼不是英國 直投不承認 這群人的外交身份 那你就可以 解除了他們的外交豁免權 是啊 之後不止 這群戰狼還要站得硬一硬 中國大使館公事楊曉光 還在十月底的時候 自己拍片 出來警告英國政府 不要包庇港獨分子 如果不是的話 最後才會為英國帶來災難 也都說 這個叫做反咬這一口 惡人先告狀 還在說 不要因為少數人的政治壓力 而做出錯誤的決定 還說現在中英的貿易 就連連上升 而你知道 英國的輸入國 產品輸入國 第一就是中國 其實我覺得這個非常好笑 我當時已經說過了 英國是沒錯 最大的入口國就是中國 意思其實就是 英國就是你最大的買 如果你說 如果說貿易來講 他給你面子 他給你最多生意 如果是國內 大哥 假設你應該是因人來的 英國應該是中國的因人 但是你反過來應該這樣想 貿易本身是互為互利的 不是的 中國 中國是這麼說的 就等於香港人 喝他的這樣的屎水 東江水 就等於我們對他有因 即是他對香港人有因 這樣說話 你由中英離民合時 是啊 總之你跟中國買東西 他是你因人 他向你買東西 他也是你因人 你向他買東西 他也是你因人 這個就叫做 既安邏輯 應該這麼說 天朝朝共模式 那個想法 到現在都是這樣想的 因為這件事 就是乾隆年間 這個馬捷以來 就去到北京 那裡 就緊見乾隆 乾隆要求他跪 他說 大哥我只是跪英女王 我為什麼要跪你乾隆 然後乾隆的說法就是 我現在和你做生意 非常之離譜 你正希元還在說 扯人頭髮是他的責任 It's my duty 然後大哥又說 自己和中國和英國的生意 越來越多 然後說你不要包庇港獨 還說你都聽過 這個農夫和蛇的故事 你最後就會被蛇咬 他比喻香港人是蛇 英國人就是一個農夫 這個蛇吸收了農夫的溫暖 到最終都會咬農夫 弄錯了 反過來就差不多 這個 中共蝕國之後 自從1949年蝕國之後 第一個承認他的歐洲國家是什麼 英國 就是英國 他就是你的農夫 你就是蛇 之後現在怎樣 你現在就反咬他一口 這麼簡單 最簡單的一件事 2014年 當時他已經說 《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 你就知道 中國那種外交原則是怎樣 是啊 說回這一件事 其實為什麼會令到中國 會自己去召回這六個外交官呢 BBC的說法就是 中國的決定被視為 自己主動去 將爭議降級 不要再令到他升溫 停止令到他升溫 而且避免那種 你來我往的這一種攻擊 就是不要人少他 不要再 這個叫做以和為貴 這樣的意思 但是你以和為貴之前 其實中共就很簡單 你和他客客氣氣 好聲好氣 他就當你是死的 就是瘦硬不瘦軟 瘦硬不瘦軟 瘦硬是不瘦軟的 那什麼問題就令到他硬呢 就是為什麼會覺得 令到他低頭呢 原來BBC的報道就是說 英國政府 其實在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很快 就是這兩天的事 英國政府在這個禮拜 就已經通知了中國 這六個官員 就需要放棄他們的外交豁免權 就是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就會宣佈他們 是不受歡迎人物 如果你被定性為不受歡迎人物的話 就會被逐出境 其實你是沒有選擇的 你在這裏爛死 在這裏磨爛石也沒有用的 如果你爛死在領事館裏面 會怎樣呢 那他們就一輩子要住在領事館 那你就變成了阿桑琪 你知道阿桑琪是怎樣 阿桑琪是躲在英國裏面 阿瓜多爾 阿瓜多爾的領事館裏面 天天在阿瓜多爾的領事館倒亂 在走廊那裏玩滑板車 然後到處扶 阿桑琪是瘋瘋 對 瘋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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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 正成了鄭禧原 之後居住在中國領事館裏面 其實為什麽不想升級呢 我就覺得跟這件事有關 等下先找出來 其實我們兩個星期前也說過 就是為什麼不想升級 為什麼要以和外歸 其實就是因為肉痛 最肉痛就是原本他在Tower Bridge那個地方 他買了皇家鑄幣廠 那塊舊紙 是的 那塊舊紙 買了多少錢 一段億計 我不太記得那個數字 這是地王 這件事是 那個是地王 賣不回新聞 但是我抄了出來 但是這件事 你要知道 就是給那個地區 即是地區政府 即不是地區政府 即是地區議會 那個區議會就否決了 那理由是 就是說 對居民的安全 對遊客 對警務資源 和歷史古蹟的帶來影響 就為理由 就一致否決了 他去這裏建立一個超級大使館的申請 鄭文傑有在公司上發言 為什麼呢 原來他在那個地方 原來他在那個地方 那個橫頭的居民 他是陀地 原來 不怪之得 原來鄭文傑是陀地 其實他就在那個 叫做Tower Harmless Council那邊 就連同那些 就是英國香港人 英國港人 英國港人 在英港人 和維吾爾人 和藏人 一起否決 表達那些憂慮 做了很多遊說的 而最嚴重的 就是這個中共 往往都是這樣的 做事就沒有自知之明 兩億五磅 兩億五磅 有些事情 其實他就很喜歡 這個叫做 浴室政治 浴室政治是什麼 我們以前經常說 密室政治 只是一班人在那裡聊天 一班人在那裡黑雙作野 自己在圍內談了他 就算了 就不做那些 就不做資産 不做什麼 但是現在習近平治下 就是那個叫做浴室政治 浴室裡面只有習近平一人 然後他找個花灑 就是覺得爽 哎呀我又有一條好竅 浴室同時間是屎坑 中國是 那又撒屎的時候 撒一撒一撒又覺得 哎呀 這條好啊 這些叫屎橋 那所以呢 現在中國那些叫做浴室政治 這個就是叫做 所以日本人要把廁所和浴室分開 但是浴室政治最大的一件事 他就自我 即是有很多事情 自己覺得是好竅 好竅即屎橋 然後呢 就說出來 驚天動地 驚天地一鬼成神 就是 哇好厲害啊 就是偉大領袖好厲害 但是這些事情 其實永遠很容易撞板 其實是 包括你現在的那些 什麼防疫政策 什麼十條又什麼又成 我們昨天報導那個狀況 你一說解封 然後原來呢 全國都在搶購新風藥 就是很簡單 你在一個地方 你要搞超級大使館 你以為買了王家鑄幣廠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你以為那裡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那裡就是很囂張 就是陸地那時候 陸地在馬來西亞 是不是在遊伐 遊伐這個地方 買了一個地方 即是買了一個島 或者不知道什麼地方 很大塊地 然後自己做地產項目 但是他圍了板 完全不讓當地的官員 進去看東西 即是當自己的領土 但是問題是 人家都有辦法治理的 始終都是人家主場 是啊 中共是這樣的 所謂什麼自信 什麼四個自信 什麼自信 什麼自信 就是完全不理人 自己喜歡怎樣就怎樣 為所欲為 這個就叫做 原來 其實這個Tower Bridge 這個地方 這個叫Tower Harmless Council 即附近這個地方 Tower of London 附近這個地方 偏偏 就是住了很多 那些穆斯林在那裡 那些人就很討厭中國 因為你是新疆入面的所作 所謂看在他門眼裡 就是你的回教國家 和共產黨 狼狈為家 但是我現在來到民主國家 沒有可能不抵制你 是啊 那好吧 我覺得這樣說 就算你現在這件事 你自己主動 去運走 這六個外交官都好 其實都很醜 要麼你就自己 要麼我就定性 你是一個不受歡迎人物 然後踢你出國 這個就很醜 其實是很醜 那是不是都走 我沒有理由 躲在中國領事館裏面 做阿桑奇 是嗎 Kilchik 補充我們 說馬來西亞 那邊是特別 做一個人工島 給他們起樓 是啊 這個就是變成 好像租界那樣 這個是特別蠢的 你自己孤立自己的時候 是啊 但是如果 就是這樣說 如果 他現在做了一個這樣的決定 會不會救得回這個超級大使館 我覺得都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你以為 你自己就欲失政治 你以為英國又欲失政治嗎 還有你這樣做 是無法抵抗國會員 因為到最終 他們都說 要得到當地居民的同意 你始終都要 council那邊批 council不批就不批 你走不掉的 這件事 是啊 你始終都要經council的 你不要說什麼 就算你在一條街裡面 我們英國的地方 很多時候 你要買個舖回來 就是買個舖回來 你做其他生意 都要經council的 我們之前 其中有一集節目 就是去過suffington 九龍冰室 九龍冰室 就是他跟我們說 我不記得節目裡面有沒有說過 其實他跟我們說過 如果你要買一間 你那個地方 是沒有港式茶餐廳的 你突然間買個舖回來 就算他自己本身 前身做餐廳都好 你突然間 你變成港式茶餐廳 是不行的 一定要經council 投票批准的 因為其實你會影響當地居民 他覺得就是 如果你 你首先 你那間餐廳本身 前身是餐廳 前身是餐廳 如果你要變 那那個地方 本身沒有港式茶餐廳 那可以的 買餐廳回來 對 他本身當前身是做咖喱 就是做印度人的咖喱 印度咖喱 印度咖喱 印度咖喱的部分 你照做 但同時間 你現在就另外 就是做了港式茶餐廳 即是有一個印度的Butter Chicken 也是港式的咖喱牛腩飯 你要這樣慢慢變出來 你要這樣奪舍 你要這樣奪舍 所以 我們也舉個例子 如果你去到 New Maiden 很多餐廳 你會見到 不知道為什麼 咖喱撈壽司 就是這樣來的 是 其實是這樣的 更何況你現在 搞一個超級大使館 是歐洲最大的 你想想你現在 你在英國搞多少 你在領事館外面 公眾地方打人 然後英國被人抓到 有三個地方 Safe Defenders 爆了來 三個地方搞一個 駐外駐英 海外110 海外110 海外警察局 隨意這樣 讓你去恐嚇 威嚇在英的中國人 不單止 你甚至在荷蘭那裡 真的抓到一條人 真的有 自稱海外110的人 是呀 就是恐嚇人 這些是你自己中學的果 你遇不到人 這些是 真是活該死的 其實是 但這個 起碼 這件事 我們經常說蝴蝶效應 如果你跟這間超級大使館有關的話 香港人社群 在英國 譬如鄭文傑他們 都英記一功 我覺得是 所以 為什麼你說 有時候 有些人 就攻擊香港人 即是駐英港人 駐英港人 駐英港人 你們駐英港人 你都不會融入社會 最後 你在那裡說 人家 唐人街 自己又搞一個 港人唐人街 對不起 我現在反而覺得 更加有必要搞一個 香港人 屬於香港人的街 如果這樣 起碼是一個社群 其實這個 這個 不需要自己覺得很冤枉 不需要覺得 來到之後 一定是完全融入這個社會 所謂融入社會 本身你自己 你自己的屬於就是香港人 就算 如果你很想融入別人的社會 你可以去看球 你可以去酒吧 但你自己不是 不是白人 你永遠都不是白人 你真的要做一個百分百的英國人 你要假裝別人都不會接受 坦白說 所以我覺得 我們之前去過 什麼呢 去過那個 我們之前泊車 泊到一個 那個地方 整個伊朗 倫敦 東北那邊 我忘記了 是否叫White 什麼 我不太記得 總之就是小阿拉伯 是的 其實有很多 White Chapel 記得了 White Chapel 我們就是那時候 去租車位 去租車位 進去 泊車 大哥 變成一個伊朗阿拉伯國家 你說你自己是九頭蠻街 人家現在印度人有印度人的街 伊朗人有伊朗人的街 其實有很多 英國其實有時候 是複製的 是複製的 到你不相信 其實是 我覺得 這個不是問題 反而 如果你有一個真真正正的 香港人社群 其實反而 真的可以團結到 香港人做到一些事情 所以 Fred 他這麼說 印度人 東歐人 日本人 韓國人 英國都有自己的社群 為什麼香港不行 是的 但是有些 其實是四方西 其實是 四方西 其實是 四方西 其實是 四方西 就是 有些 以前說 什麼號稱本土派 然後 就整天 在英港人 就說 他們放棄了香港 然後 看死你們 去到那邊 又在搞唐人街 就是說 現在那些 在英港人 就很不生性 很不上進 就說這一套 那些說話 但是我覺得 這個例子裡面 不是 說什麼 就是 賺香港人錢 是啊 豆腐都說 任何國家都有 新加坡都有 印度人街 其實有很多 新加坡更加多 新加坡 印度街 印度廟街 我也去過 小印度 小阿拉伯 通街 是啊 如果你去到 Kingston 以南 New Maiden 那邊 根本就是一個小韓國 嗯 其實就算去Los Angeles 也一樣 也一樣 有一個 小韓國人 有韓國人社群 也有日本人社群 Chinatown也有 這不是問題 剛剛 Yellow Star 也貼了我們之前訪問Alan 九龍兵室出來 其實就是 一樣是這樣的事 其實是 如果 你現在 你驅逐了 等於 你戰狼之前 勾握那些東西 就全部是廢的 其實是 是吧 又哭打哭殺 你沒有國安法的 然後 就用生意 來要脅別人 這些事情 你做得多 其實也是有後果的 其實是 後果呢 你每次都用生意 來脅迫別人 國家的話 就不跟你做生意 是吧 你以為很聰明嗎 我們都報道過的 你想一下 美國那邊 已經說 和中國少了四成的訂單 你想一下歐洲 你想一下英國 是啊 那 再講到另一件事